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早起 因为早餐的不愉快 摘腾依子又和妹妹大大出手 这让她决心要离家出走一段日子 母亲挽留为果就给了她一些钱 摘腾依子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 突然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便利店招工起事 于是就来应聘 虽然手脚有些笨 不过总算能够应付便利店的事情 但郁闷的是 便利店里有一个猥琐大叔总是骚扰依子 动不动就来找她尬聊 依子虽然心烦 但听惯了家人唠叨的她 现在只想着过好自己就行了 每天下班回家 依子还是会路过拳击店 看着那位男生 只是远远地看着就好了 每次都在对视中慌乱地离开 一天 拳击男子来到便利店 买了六把香蕉 依子慌乱中 将找回的零钱洒在了地上 男子走后 依子迟迟地看着窗外 他从猥琐大叔的口中得知 男子经常来店里买香蕉 这不你看 香蕉男还把香蕉落下了 依子拿上香蕉追了出去 把香蕉送到了男子手上 男子健壮 主动约依子明天一起出去约会 依子盲然不知所措 连连答应却语无伦次 自己喜欢的人主动约自己 或许谁都会如此风促大乱吧 为了约会 依子把自己装扮了一番 两人来到了动物园 但却一点约会的感觉都没有 男子前面走 依子跟随在后面 像个受了气的小孩子一样 依子安耐不住内心的羞泻去问 为什么会是我呢 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答案 但两个人还是一起逛完了动物园 回到了便利店 依子又开始了往日的工作 男子又来到店里买了香蕉 而这次网集带钱 给了依子两张自己比赛的拳击票 当做补偿 一如既往的没有拿上香蕉 而依子也从拳击票上 得知了男子的名字 寿野佑二来自青木 依子和维索大叔来到了拳击场 目睹了佑二被打得狼狈不堪 维索大叔一个劲的在台下说着 不就挨打吗 我算我也行 再后维索大叔请佑二吃饭 并在饭间告知佑二 依子是自己的女友 还数漏了一番佑二 佑二给维索大叔一拳 就惊惊地走了 而维索大叔借着酒劲 玷污了依子 依子报了警 原来维索大叔早就在前几天 捐款了便利店的钱 计划要跑路了 依子又路过了拳馆 想要再看一眼佑二 却得知了佑二不干了 退役了 人生到死 还能更差一些吗 情人嫌弃 爱人远离 被同事玷污 依子来到拳馆 报名了拳击 再去看看从前佑二的影子 是在便利店吐了一地 店员们把佑二抬出了店里 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依子出来给佑二打上了伞 并带佑二回了自己的家 依子如往常一般的上班 回到家中却瘫倒在地上 原来上次把佑二带回了家 自己也感冒发烧了起来 佑二给依子做了一份牛排 这肉花大 却嚼不动也撕不开 咬着咬着依子哭了 咬着咬着依子笑了 这肉跟依子的人生一样 咬不动却又得吃 哭的是自己 笑的也是自己 依子继续着自己的拳击锻炼 佑二找到了卖豆腐的工作 离开了依子 这天佑二露回自己原先练拳的拳馆 痴痴地看着依子练拳 全然不知身后流浪汉偷走了豆腐车 父亲也来找到了依子 想让他回去帮忙 看到依子现在充满朝气的样子 父亲仿佛也被打动了 回到父母家食品店工作的依子 遇到了一个工地的工人 还没等依子将便当交给工人 那位工人就跑了 依子追了出去 他知道工人是优二 依子追上并购置依儿 希望他能来看自己的拳赛 依儿被工头喊着走开了 伴随着便利店的连架歌曲 依子登上了拳台 全家人以及依儿都来到拳场 观看依子的比赛 虽然依子认真锻炼 但是终究不是职业拳手的对手 前两个回合都只有挨打的缝 但依子不放弃 哪怕就打到一拳也要坚持下去 依子倒在了依儿面前 脑海里回荡着自己颓废的过往 拳赛结束了 不出意料的依子输了比赛 选拳的外面依儿等待着依子 依子哭着说想要赢 真的好想赢依子 故事就在依儿牵着依子的手 这里结束了 这部电影没有创造奇迹的感动 没有摆脱生活中种种失败的励志 它足够珍视 却也让更多的人 能够看清生活和自己的内心 生活并不是努力就一定要回报 但还是努力吧 这样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才有抓住他的勇气呀 好了 今天的解释就到这里